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Luz 今天要讲的话题是 跟极简有关系 跟理财有关系 然后跟我们家里厨房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你们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东西可以吃的更久 或者用的更长 我这里有个小note 所以我会往下看 那说到这个话题 自从我做极简以后 我对东西的感情是越来越深 就以前我就是随便乱买 然后任何东西用一下 然后还没有用旧就扔掉 然后就尽心的祸干 因为买买买是一种热趣 于是对所有东西都不是很珍惜 但是做了极简以后 每一次扔掉的东西的那种难过感 甚至我每一次 最近每次扔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做一个视频给你们看 然后每一次讲起来的时候 我心里都有一种愧疚感 于是对了物品 我有一种更珍惜的感觉 那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多东西 我正在学习 怎么可以让它误其所用 就是让它能用得久 那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呢就是香蕉 你们知道保存香蕉的方法吗 就是在那个它的香蕉的头上 你们提香蕉的那个地方 用保鲜膜 我每次买回来 现在都会用保鲜膜把它包一下 这样子香蕉可以比平常的香蕉 就是保鲜多很久 怎么说呢 因为香蕉这个东西其实坏得很快 然后每一次 我差不多是一个星期出去买一次 以前的话差不多吃到 我当然买回来的时候 香蕉已经是比较熟的了 就是我买黄色的那种 不是买绿色的 于是呢 每一次差不多吃个三到四天吧 或者我说两三天 那就开始上面展一些黑斑啊 然后要很快很快把它吃完 于是就变成有时候一天我要吃掉两三根香蕉 那自从做了这个 就是把保鲜膜放在那个香蕉的头上 比如说这是两根香蕉是这样分干 它它头上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种像树枝式的东西把它粘在一起嘛 就把那个地方用保鲜膜包一下 于是这个香蕉我现在可以吃一个星期都不会坏 那下一个呢 就是菜 以前的话我一般把青菜买回来 我就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去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的话 其实也坏得很快 那现在这个是我在Farmist Market 我在一个农夫市场 我去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的时候 跟当地的一个农夫聊的天 他就跟我说它是这么卖亚洲菜的 他又跟我说那些菜呢 都是当天新栽下来的 可是我说我拿回去有时候吃到 因为它是一个星期才有的一次的农夫市场 我又跟他说那可是有的时候我吃到第三四天的时候 那个菜已经坏了 他跟我说那你用报纸 或者是任何的纸包在那个菜外面 那我个人觉得报纸的话是不干净 因为它上面打有那个硬的东西 有打印那种墨汁啊 然后那我说有没有别的东西 他说那你用paper tower 就是那种厨房里面我们用来插东西的纸 或者任何一种就是上面没有墨汁的纸 你把整个菜包好 包好以后再把它放到塑料袋里面 把它放到冰箱 这个菜真的就可以维持一个星期甚至更久 这个是我本人做过事业 at works真的是可以的 所以不是说随便 不是随便说我听人家说 然后没有试过 这些都是我试用过的方式 然后还有呢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在别的国家是不是想 但是至少在美国我们买的那个 sponge 就是洗碗的那个一块一块的洗碗的那个泡沫 它每一个都是超级大的 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大 然后洗起来其实也不是很方便 我喜欢比较小的用来洗碗或者洗东西 所以我每次买回来我会把它剪掉一半 然后每一次用一半 所以这样就变成一块变成两块了 那下一点呢就是洗衣机的烘干籽也一样 我们在烘干的时候会放一些烘干籽 为了它味道比较香一点啊 或者为了它的就是主要就是softner 就是让衣服比较软一点这样子 那后来我发现 其实有时候我放进去衣服会太香 那个烘干籽 于是呢我就开始把那个烘干籽呢 开始剪成一半 就用半毡或者一张半 看你们自己的喜欢 如果放太多的话真的是会太香 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身上痒 但是不放的话又觉得那个衣服不是那么软 或者没有那么香 于是我这个烘干籽呢 我会把它剪掉一半 还有一个就是肥皂 用香皂用那个洗手也好啊 或者洗任何东西也好 我会尽量放在一个就是架空的肥皂盒上面 不会让它积水 还有尽量放在太阳底下去晒它 尽量把它摆放在太阳 让它干干的 这样子不会每次拿起来都那么油油腻腻的 那下一个小秘诀呢 就是牙膏 在牙膏快挤不出来的时候 就是你们快用完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再用力挤 明明知道在挤的那个牙膏口和底下 还有一些牙膏的话 可是挤不出来 我就会 我以前挤不出来就很用力挤 可是还是挤不出来 所以总是有牙膏残留在里面 那现在我就直接用剪刀把它剪掉 就是在那个口子附近剪掉 然后下面全部可以挤出来 我觉得我每一次找一次 玩一次摔牙 有的时候还能再挤一个像将近 好像五六天的分量吧 如果就是每一次用力挤 然后头上面再用的话 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不要犹豫 直接把剪刀把它剪开 那唇膏的话 唇膏也好 口红也好 如果快用完的时候 它最后那一点 有时候那么一点点的话 你又把它就是转不出来 然后放在那里 然后呢 就怎么说呢 就挤不出来 然后丢掉又可惜 其实可以用一个棉签 非常方便 它那个口红呢 把它用棉签挑出来 然后张到嘴上 这样子涂下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像是香菠啊 或者是洗发精啊 护发树啊 或者护发油这些东西 当你用到最后的瓶罐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再怎么挤 都挤不出几滴的时候 你可以在里面加满水 那把水加满了以后呢 不是加满 sorry 加到10%或者20%左右的那瓶的水 然后把它摇换一下 这样又可以多洗好多次哦 对我来说至少可以多洗一个星期左右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觉得物极其用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呢 这些都是我亲自施研过的方案 每一个都可行 不是说你随便在杂志上看到 因为我曾经在杂志上面看过一些 这个方法啊 那个方法 可是我用起来不一定都有用 像我记得最有用的一个土方子吧 这个跟这个时间用差没有关系 但是我一样告诉你们 就是蒜头 如果你们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的话 有的时候真的是奇痒无比 然后去买那个药房里面那些止痒的东西 我买过 不但呢蛮贵的 而且没有什么用 就是涂上去它是会止痒 可是我觉得因为你的包很大的话 你还是会不知不觉的一直去抓它 然后它上面也说你涂上去以后不要抓 可是呢 一样很痒 那我曾经就是用过一个土方子 就是说用蒜头切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片 然后把它放在咬的那个地方 那如果你怕活动不方便 你外面放一个穿口贴 然后那个超好用 这一贴上去就不痒了 因为有的时候被蚊子咬一个大包呢 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个被痒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用手就把用手指把它一个个按按按 按下来 然后就觉得哇 怎么会这么痒啊 然后用那个蒜头涂上去就完全没有 就完全没有问题 那有一些方 有一些方子呢 在朋友告诉我或者晚上看到 有时候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用 但是这个蒜头这个方子特别好用 然后以上我所有推荐的 我都是亲自试用过的 绝对是有用 绝对是可以省得到钱 绝对是对我们生活会更有帮助的 好吧那我就有今天的实用的这些小秘诀就交到这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就订阅 然后按一下喜欢叫我们以后就可以保持联系了 那我这个视频呢最重要做的就是 极简和理财这两个话题 然后这两个话题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极简跟理财吧 其实两个都是一个就是你极简下来你的钱就会多起来 然后生活也会更愉快 那理财的话 我觉得每个每个人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学校 根本没有教过我们这个话题 可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在学校的时候就应该学的 所以很多人呢出了校门以后就马上进入了这种买买买的世界 那有的时候我自己很卑鄙的在想这个事情 为什么学校没有教呢 是不是说因为他就是要教我们这些专业的让我们去为这个一个大公司或者一个政府就是拼命的去工作 然后工作了以后让我们拼命花 就你们有没有看过华尔街自然这个 The Wolf on the Wall Street这部电影是 Leonardo演的好 那他就是说他曾经开的一个公司就是卖各式各样股票啊 卖各式各样这种华尔街的东西给别人 然后他的员工就是每一个收入都非常高 因为这些真的看没选真的很厉害 他们的这些broker 可是呢他就会尽量带他们去过很奢侈的生活 然后钱就让他们乱花 这样他才能让那些员工继续给他工作 否则的话如果员工可能工作过几年以后 然后就如果没有习惯那样奢侈的生活 就做一个极简主义 他可能钱就够了 就可以把工作辞掉 可是如果他一直在那样很奢侈的生活的话 他就要拼命的工作 为这个公司工作 然后一直让老板有钱起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工作 一定要为自己打算 好吧 那今天话题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